我的身体从小都不是很好 每次都是哥哥在身边保护我 初次来到这片土地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祖辈们来自这里 靠着Dolfrin,哥哥调配的奇迹之酒 我们竟然有了一席之地 但也因为这酒 哥哥被那个神秘庄园邀请 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一封来自神秘庄园的信函 带来了奇迹之酒的配方 我想这也许是一种预兆 欲试着从此以后 将由我来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